浩克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日本恐怖电影《怪谈新二代》之信洪先生 电影刚开始,女主被母亲赶出门外玩耍 谁知没过一会儿,母亲居然跳楼自杀了 女主本想上前去查看,却被一个男子拦住 紧接着女主在公车上从梦中醒来 发现女儿小彩正在观望一个男子 但当女主再次转头看过去的时候,发现男子已经不见了 画面一转,女主受领导的委托去信洪先生家里面拿画稿 因为画稿还未完成,女主就开始在画室观赏 画室里一幅人被扭曲的画,引起了女主的注意 信洪先生还为女主讲述了这对情人殉情的故事 紧接着信洪就提出,想邀请女主当自己模特的建议 女主有些受宠热惊,但是在信洪的再三要求下 女主最终还是答应了,经过几天当模特的机会 信洪似乎对女主有了爱慕之意 女主也开始对信洪有了好感 但就在画稿快完成的时候,信洪突然说自己快要死了 希望女主第二天可以过来完成画稿 女主虽然有些懵逼,但还是笑着答应了 第二天,女主在上班的时候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说小彩生病了,女主二话不说赶回家 然后就准备把小彩送到医院进行治疗 等到回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女主早已经忘记了和信洪的约定 但是刚到家没多久,女主家的门突然响得起来 查看监控视频也没有人 就连视频电话那头也没有人应答 就在女主准备离开的时候 突然又传来了敲门的声音 女主感到很是奇怪 于是准备外出查看 谁知却在楼梯间发现了血迹 女主顺着血迹跟了过去 在楼梯下发现了信洪的影子 女主急忙追上去向信洪解释 但在母亲看来,女主却是在和空气说话 第二天,女主上班的时候得知 信洪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跳楼死了 女主感到有些惊讶 毕竟自己前一天晚上才和信洪见过面 下班后,女主准备去调研信洪 谁知却被信洪的老母亲赶走 并且还遇到了一位精神科医生 当医生说出信洪的死状时 女主发现,信洪的死状 居然和画室里人被扭曲的那壶画的死状非常相似 随后女主回到家收拾东西的时候 母亲突然发生意外,住进了医院 当天晚上,女主因为太累 在照顾母亲的时候不小心睡着了 谁知就是这么一个疏忽 母亲就死在了楼梯间 第二天,女主为了母亲可以安心离开 请了一个大师来做法超度母亲 当天晚上,女主在安排小彩睡觉后 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跑去查看,发现是信洪 与此同时,小彩的房间发出了声音 女主害怕地跑去后发现 小彩站在阳台上说,信洪回来了 第二天,女主害怕地去找医生说 信洪可能还活着 但是医生根本不信 于是女主决定去信洪的画室寻找证据 谁知却在画室发现了很多 自己从刚出生到现在的照片 还有信洪收集在纸箱内的一些录音带 女主感到很是奇怪 打开一听后发现 这些都是关于自己从小到大成长的日记 女主有些慌了 第二天,女主就将录音带转交给医生处理 最后医生还说了一句 信洪一直认为画室中 那户画中的男子就是他的前世 而女主就是画中女子的前世 因为画中两人相伴殉情 所以信洪一直信仰着 可以和自己最喜爱的人殉情 女主听后就有些害怕了 当天晚上,医生本想去信洪的家里查看一番 谁知却被信洪的鬼魂杀害 而女主在家听录音的时候 听到了信洪此时的方式 女主急忙害怕的将她摔掉 但录音机里还是不停的发出奇怪的声音 到最后信洪直接出现在了女主的面前 第二天,大师来到女主的家 发现了已经被信洪鬼魂折磨得不成样子的女主 本想施法拯救女主 谁知却被信洪的鬼魂反杀 当天晚上,女主带着小彩回到家后 女主继续发呆 但是在信洪出现的同时 小彩大喊一声不要带走妈妈 这时的女主似乎从诱惑中醒了过来 眼看着信洪慢慢逼近 女主急忙带着小彩就逃 但是当最后逃到天台上的时候 女主因为走投无路让小彩先行离开 但就在小彩离开后不久 女主就从天台上跳了下去 小彩在下楼的过程中被吓了一跳 亲眼看到女主被摔死的样子 画面突然转到信洪为女主画的那幅肖像 样子就是女主被摔死的画面 紧接着信洪的身影出现在小彩的身后 难道信洪将目标换成了小彩了吗 好了,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